总统接种高端又怎么样呢 元首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但是小老百姓怎么能跟元首相比 炮红说如果这疫苗真的好 本来应该是高端救全民 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全民来救高端 高端疫苗正式上路 总统参文崛起袖子 献出兽臂接种全台第一剂 不过护理师高高举起疫苗证目 不少国军老鸟直接大歪楼 少说超眼熟 这时抽到海军陆战队 抽到金马奖的概念吗 更有人喊说手中无签 在此抽签 网民嘴则炮红 总统带头打高端 打完有专业团队 但百姓打完出事谁来救 我们都想有全国最好的医疗 可是一般民众是不可能的 假设真的有因为这样 不幸过世不幸染病 可是民进党根本 就没有把他们当人在看待 是一个好的疫苗 那应该是高端救全民 审查的时候黑幕重重 反而变成是全民救高端 就怕自己变成廉价白老鼠 更有民众直接上街抗疫反黑箱疫苗 因为像代课及普希班老师 学校团善业者 甚至到军人新兵 中华邮政员工 都可能为了生计 或必须服从命令 被逼打高端 蓝军炮轰 这根本是台湾最大人体实验 只有这碗饭你吃还是不吃呢 这就是这样嘛 感觉好像挖个坑给他跳 你是不是逼死他一下 高端开打第一天 就传出三起疑似不良反应 高端疫苗哨奇也被质疑 食肖署释出4P26万多剂 就有5175剂哨奇 一直到9月11 如今蔡政府想让百姓 把手臂伸出来 但面对一路被隐形剧本 护航的高端 恐怕百姓才不买单 接下来杨秀浩李选